欢迎锁定2月18号的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国道1号的泄弱路段 17号发生的追撞车祸 一台车辆从外线变换车道 不小心追撞到行驶的中线的车辆 前车被撞到行李箱整个爆开 而且肇事车辆还继续往前开了20多秒才停了下来 造成了两车总共三个人轻伤送一 某有行车记录器拍到白色小车从外线左切速度飞快 直接碰撞上原本行驶在中线的小客车 造势车辆完全没有停下 直接往右偏移加速往前直接开走 让人傻眼 造势车辆直接从后方撞上 导致后车厢弹开往上翻 幸好驾驶冷静慢慢滑行到路间打119报案 她的车子全部都摸掉了 后面全部都毁了 61岁的简性女驾驶 17号上午载着比丘尼 从苗栗南下嘉义看兰花 车子被人从后面撞到屁股开花 最后赵氏车辆也因为车身受损 停在路边呼叫脱掉 这件事故造成A车的驾驶人 随性女子 那个受伤送医检查 那被这张车辆的话 车上的驾驶人跟乘客 两名女子的话也都送医检查 那都心上没有大碍 两车碰撞包含赵氏女驾驶 总共三人受到轻伤 被撞的驾驶连说幸好 有菩萨保佑车损 人平安 上西沼泽警方还有 再厘清 继续带入冒状化 采访报道